罗文嘉到陈水扁身边的故事 刚才董先生有稍微提了一下 但基本上罗文嘉 是成为陈水扁的助理以后才起家的 不过就陈水扁来讲 他扩大他的版图 罗文嘉对他很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陈水扁本人是闽南籍的人 闽南籍的人在台湾 虽然占了75%的人口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的13% 的外省级的人口 跟13%外省级的客家人口 罗文嘉是客家级的 他懂客家话 客家传统他很理解 所以罗文嘉帮陈水扁一手策划文宣 的确表现不错 包括引进年轻世代的新潮流的文化 引进西洋市比较新风格的竞选 包括台北市长的选举 陈水扁当时打出了口号 叫做快乐希望陈水扁 因为过去民进党的选举手法 一向是打杯琴牌 然后陈水扁在罗文嘉的规划底下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形象 全新的品牌 又快乐又有希望 那陈水扁也收取过去的 那种恶行恶状的表现 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 微笑可局的一个政治人物 成功的打败李登辉当时 所提名了他的徒弟黄大宗 所以那场选战让陈水扁 变成台湾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那罗文嘉的功劳就很大 可是后来很明显的 罗文嘉并没有在陈水扁身边 扮演很重要的核心地位 他被外放去当那些 什么民意代表 去当 当然陈水扁有意识培养他 来接班当台北市长 可是后来落空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 罗文嘉就渐渐离陈水扁越远 所以也没有跟陈水扁 手上太多的关系